如果在战争时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三者意见不一致该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军队领导 在我军当中,一般中高级军事指挥机关中的主要领导也就是这三位了 只不过政委和参谋长直到团一级都有设置 而能够称得上司令员的,在军改后主要也就只有战区和各军兵种的军事主观了 当然,像省级军区、警备区和军分区的军事主观也称司令员 不过除了北京卫戍区和西藏,新疆两大重要的边疆军区 其余的都不再承担军事作战任务,也不再设置参谋长一致 当然,不管哪种情况,在讨论军队领导意见分歧时,参谋长的影响并不大 参谋长在军队领导中是什么级别? 这问题真是让小编太好奇了,恨不得立马驱车前往现场问清楚 说道车,最近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武器,只花了七万多 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百亿补贴活动 五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三天 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 小插曲后我们回归正题 在我军的高级指挥体系中,不管军事主观有没有达到司令级别 都是以军政主观为核心领导 哪怕是在团级,也是以团长和政委说了算 而参谋长虽然可以号称三号首长主要的职责 却是协助军事主观进行军事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只要司令员和政委意见一致 便不存在参谋长因为不同意见阻碍命令执行的问题 参谋长的意见就一点都不重要吗 参谋长能被称为三号首长至少说明 其在各级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甚至能够代替军事主观发布命令 但正常情况下 还是以部署具体作战任务为主要职责 即便有任何意见也最多就是行事建议权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电影《大决战》中演绎的 东野司令员林彪对参谋长说刘亚楼 你记一下我做如下部署 而代号103的刘亚楼就乖乖掏出小本本 记下所有部署 并完整复述一遍之后之行